字幕提供 第一节目 词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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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 就是 经费在燃烧 就回国之后 就给大家做这个开箱 那个平台 還暫時沒有說送去國外的 所以大家知道我回國了嗎 結果從法國回來之後我再開箱的 那麼大家都知道 Luta在法國就非常喜歡逛那些 中古店 去買包包啊買衣服這樣子 之前很多vlog也有拍過 蠻喜歡中古的東西 就是回國之後感覺大家對中古的認識 好像跟法國那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中古的話 在國內有些人對中古的認識 好像是我感覺有一點點貶義吧 但其實中古的東西還是蠻新的 但是國內很多人都覺得 唉 中古東西就非常老 這樣子其實不是這樣子 今天我要開箱的幾個東西呢 是我分幾次買的 那麼今天要開箱的呢 就是有三個包包 一個錢包還有一個小圍巾這樣子 這幾個包包我是在一個叫做 優奢一拍的平台上面買到 這個裡面是配有一個鑑定平台 就是說如果大家買的包包 你覺得你的包包 唉 可能會有水分喔 你也可以拿到這個裡面去鑑定這樣子 然後它上面也有商城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會比較可靠一點 OK 那我們先來開箱那些 好看的包包吧 首先第一個呢 剛剛在展示已經看過了 就是一個Chanel的沙灘包 就是這個包 我是看中了超級久的 Chanel的沙灘包 我一直是想要一個牛仔 全身的 全新的 之前是很流行的小包嘛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慢慢我覺得 那個潮流又回來 最近又很喜歡買大包 就是因為我發現小包真的非常不好裝 平時上街的話 要裝一些相機 特別是我回國之後呢 我發現上街是要帶紙巾的 就是說如果有相機 有紙巾 有充電包 唇膏啊 還有鏡子 梳子 之類的 根本小包沒有辦法裝 超大容量 我覺得這個真的夠了 我覺得那個平台的話 它的評分是比較嚴格 就是很多包它其實保留了中立 其實他說九層星的 我感覺應該有九五星的 它是可以兩杯啦 這件條放下來會很好看 看 就這樣子前後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這樣子 側邊杯 這一隻可以說是最近的新寵吧 那麼第二款要介紹的包包呢 就是一個庫曲的小包 九層星的 但是我覺得它還蠻新 基本款那種布款就比較便宜 但是皮的它很貴 而且加上如果它有些低調的話 就更加的貴 這個小包 它雖然是小包 但是 其實還好妝也 以前好好的 它就是比較中性風 蠻適合我的 就是 酷酷的 我首先我很喜歡它這個配色 就是紅 藍白 這個配色其實我想要好久 酷曲關於這個配色的包 它有非常的多 但是為什麼我挑了它 首先是價格啦 它價格真的是很好 原價是一萬六千人民幣左右 到手的價格是 五千多 我記得 對是這個價格 就是它價格已經是三分之一 超划算 因為那個平台的話 它沒有中間的中轉 因為我之前有做代購 我很清楚 最怕就是那種中轉商家 代購過程中會有很多人找我 問我要不要收代理嗎 這種代理就屬於中轉商家 就我賣一個價格給代理 然後代理再賣一個價格給你 但如果是網上平台的話 它就可以一對一 就是我直接對平台 平台直接對你 我覺得會比較公平一點 而且它價格真的超好的 你的橙色很好 然後它後面的話就是這樣子的 特別是這個地方我非常喜歡 下面這個扣這樣子開 它裡面是有一塊這個東西 它間隔還蠻好 就這裡有一個小地方你可以裝卡 整個包身很軟 它不是那種硬皮 但是它的形狀能夠立起來 搭斯文的也可以搭那種 酷酷的很粗獷的也可以 這一個 那麼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錢包 這一個VV的話我覺得蠻划算的 VV的錢包 這個錢包買的是2000塊不到 我覺得這個色買得很好 這個 其實這個很中性 它就是 棕色帶一點酒紅色 就非常配我今天的指甲 VV給我的感覺呢 就是 開始你覺得它很土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覺得很簡單 但是簡單的來 它蠻有味道的 就小小的 這樣子的一個 拿在手上 可以當手拿包 它蠻低調的啦 我比較喜歡買一些 近一點的東西 但是能用久一點的 這個應該是小洋 摸上去真的是非常的軟 跟你們看一下裡面 裡面是這樣子的 旁邊這個地方就是放money啦 現在回國的話 有些港幣就這邊 人民幣就這邊 還有一些卡 很多人在國內工作的話 其實帶個手機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那邊 不太OK 特別是我現在 剛回國沒有電話卡 所以我就 只能帶現金 因為我一直都是 有用錢包的習慣 回來的時候是 冬天嘛 所以我就提早 買了一條 Cucci的圍巾 但它是一個 舊款的圍巾 就這條 我很喜歡粉粉的 紫紫的 那種顏色 所以這一個圍巾 非常適合我 是雙面的 在那個平台上面 它是有一些 價格很好的 全新的產品賣 就是有些人可能 全新買回來 然後就是 中古放出來這樣子 我覺得這種 就非常非常划算 我超喜歡它的色 這一面我比較喜歡 其實這一面也不錯 我自己的話 我是比較 喜歡買那種 別人hold不住的東西 就是好像有些 粉色啊 紫色那種 我就特別喜歡 其實我不太喜歡 那種性冷淡的 穿搭風格 就我喜歡說 冬天還有是什麼情況 像我colorful一點 可愛一點 因為我是比較可愛的風 我覺得很多衣服都是 粉紅色的 所以我就需要 有一些粉紅色的東西 去搭配它 目前我還是比較喜歡 這種feel 它跟Bookory那種 就很好搭衣服 很多衣服它都可以搭 我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是Logo款的東西 那今天要介紹 最後一個就是 Dart Boss 其實它實用性 不能說低 也不能說高 是因為它的價格 很好很好很好 一個很大 很大的愛馬仕 因為之前這個包 我看中了很久 我買的這個 它的尺寸要 大非常多 標準的愛馬仕長 長色真的很好看 真的非常大 它已經完全可以當一個 電腦包 可能是我個子不高的 問題吧 我覺得如果1米7以上的話 這個包包 肯定能很正常的 但是我只有1米59 它這個包包 那不是皮的 是布的 但是它這塊地方是皮 它後面是這樣子的 它後面是這樣子的 這裡有個大扣扣 喔 打開了 我現在還是封在裡面 就沒有洞湯 很大的空間 一個這個 小包 你們可以看到它的這些 橙色都很好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小間隔的地方 還可以裝東西 很好裝 這個真的非常好裝 而且它這些皮呢 它是 是硬得來的 很有手感 真的 很舒服感 硬得起來你摸上去 它是舒服的 而且我很喜歡 它的一個地方 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它的肩帶 這個肩帶呢 就是從中間 我覺得這個就是 很特別的設計 很帥 如果是這樣子背的話 這個愛馬仕的話呢 它是 6000多人民幣 7000不到 所以我其實是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它的顏色 還有它的價格 被它吸引了 具體怎麼搭配呢 我還在思考中 乖 因為我半年前 有在做包包的代購的時候 就有一些觀眾 遇到有 鑑定的問題 就有問我 欸這個包包是真實假 但是其實我不好說 所以說如果大家有 有這個懷疑的話 可以把這個包包 給他們鑑定一下 OK 那麼最後呢 有興趣的觀眾呢 也可以到 優奢意盤的APP去看一下 優奢意盤這個平台呢 除了是一個 奢侈品鑑定平台之外呢 它還是匯集了眾多奢侈品達人 裡面有很多優質實力的中普奢侈品商家 還有非常多的經典款式啊 熱門款式啊 爆款 而且它的價格還是比較合理和優惠的 如果你是賣家的話呢 你還可以一鍵上傳你的商品 到這個平台裡面 比鑑運要簡單一點 可以一對一的跟買家溝通 賣出最優惠的價格 它這個平台還有兩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分期付款 還有到手不滿意支持退款 就不像一些商家說 欸我到手了 我看過不滿意 我退不了貨 它是雙方滿意之後才確定付款的 這個方式呢 有個平台在這邊的話就是比較安全 它的售後服務呢也會比較好 就是售後如果出現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向平台申請仲裁 然後平台就會公平公正的去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說不會遇到一些沒有辦法退貨的情況 另外一點呢 是我自己比較少用的 就是這個平台呢 其實是可以分期支付的 分期付款 快備支付的話 就每個月一短到200塊錢 就可以背到這些包包 好 那麼今天的這一個分享呢 就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一點點喜歡舞台 舞台舞台TV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舞台一個Like 然後BaddleBaddle訂閱舞台TV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要訓練 我們下期再見吧 Bye Bye A la prochaine video Salute A la prochaine video